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ES6 今天咱们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简单的迭代类 咱们上一期讲过如何制作迭代类 今天咱们再做一下迭代类 但是 咱们用不同的基础做 怎么做 咱们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 大家请看 建立一个简单的迭代类 但是 我用year的方式做 咱们前几期没有用到year 咱们直接用return做 今天咱们看看用year 怎么做迭代类 其实更加的简单 好 那咱们看一下实战演习 首先说 我建一个mylist 咱们前两天是叫player对吧 其实一样 这类名叫什么无所谓 咱们就叫我的列表mylist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 我里面有一个构造器 然后呢 它传进来一个数组 没有问题 然后呢 让这个数组等于模板属性的数组 没有问题 然后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是咱们建立一个 迭代类属性 怎么建 看啊 this 是我自己的一个symbol interator的属性 说明什么 我自己有一个迭代的属性 然后这属性呢 等于大家请看 这是上期咱们学的function加星 然后再加一个括号 这说明什么 这是一个可迭代方法 对吧 然后咱们这个可迭代方法里面 是这个函数体啊 这个函数体呢 其实很简单 咱们看啊 这个函数体都怎么写 跟咱们上期其实是说一模一样啊 咱们看啊 这个是current 当前index 这个呢 z 附成当前对象的this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在while中做循环 什么循环 如果当前所隐 这个地方小于 这个数组长度的时候呢 就进行year的循环 然后呢 每一次循环之后呢 咱们的current呢 自加1 一开始咱们的current是几 current是0嘛 对吧 所以说一上来 返回第0个数组元素 然后它本身加1 加1之后再循环 比如说咱传的数组是5 那这个1 小于5吧 小于5 咱们再循环 一直循环到它大于等于5 就退出 以表示呢 咱们每次的循环的内容呢 都给它用year的返回了 因为这个return的话 它只能返回当前值嘛 而year呢 它能够迭代返回 所以说呢 咱们用year的写呢 更加的简单 然后咱们怎么用 咱们看啊 light my list 没问题吧 然后new my list 然后咱们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传进一个数组 有5个元素 100到500 然后呢 咱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用for off循环 然后呢 咱们可以取出它每一个值 使用方法跟以前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说 咱们在构造器中 去重新定义了这个迭代器 这种写法 比咱们上一期写法更简单啊 咱们先看一期上一期 上上期应该是啊 的写法啊 大家请看 这是咱们上上期的写法 并没有写在构造器当中 而是说单独做了一个迭代方法 然后里面呢 也是做了一个nest的循环 然后它有一个但 有一个这个files 还是等于true 等等 咱们用的是return 相对来说代码量呢 稍微多了一些 而咱们今天是在构造器中 写的这个迭代属性 感觉是不是更简单一些呢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咱们用到这个function 星号 可迭代的属性 以及这个year 可迭代的这个叫关键字 好 那咱们马上运行看一下结果 试想 别光说半天 结果一运行就报错 那就丢人了 不应该啊 咱们试试啊 好 我把这个代码都烤过来 哎 哎 今天我虚拟机不知道为什么 好像是系统质量更新 有点慢啊 不过没关系 不影响咱们那个课程的录制啊 好 试试啊 没有说慢到不可接受 node 然后是test.js go 哎 大家怎么样 这地方咱们照常输出 每个元素呢 都能够正常输出 让我给它改一下 比如说 101 202 303 404 404错误 505 好 再试试啊 go 没问题吧 能够正常输出 换句话说 咱们输入的数组的内容 都能够被咱们迭代输出 今天咱们给您讲解的呢 是更加简单的迭代器 等使用方法 在构造其中 简单的定义就可以 不知道您听见没有啊 有风说 哎呀 你这个代码看起来好像还是有点复杂 是这样 因为咱们这是第一次接触的新知识 确实有点复杂 这是没有办法 当您用熟之后 您会发现这个代码量是最少 代码量少 才增加可读性 对不对 好吧 以上 今天我给您分享的所有内容 如果您觉得没听明白的话 没关系 您实际的敲下我的代码 应该就能够理解啊 如果不理解的话也没关系 您给我视频留言啊 好 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了 今天我的代码呢 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的会传到YouTube 优优独播剧场上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兴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